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樊振东用正手快拉上弦弧弦球 那么这个技术呢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就是出手比较快 第二个呢 它优于站位进台 所以呢 它在比赛当中呢 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技术 经常看到的一种战术的这种套路 当我发一个短球不转的 或者是带有侧上弦的这个短球的时候 当对方调打 我们经常可以用这种快拉的技术 来进行了抢弓或者是还击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下 就是当对方抢弓到你本方球台的话呢 由于你的重心或者是对方的球速过快 你来不及拉开自己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种快拉呢 进行一个反击 那么正手快拉呢 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 它的动作要领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首先我们站台呢 就身体离球台不要离得太远 也就是在60公分左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屏幕尽体 欢迎订阅 散播放 下一个没有闻 就是那种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要注意 在正手位或者侧身位的或者中路的这种进行快拉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尽量做到不要单一的落点 要移动的当中练习正手快拉 还有一个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注意快拉的节奏 还有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在快拉瞬间的时候 注意身体位置还有出球前的这个瞄准 或者是我们说这种拉前的这种调整 这样的话我们在拉每一个球的时候 就能够比较把握的或者是比较稳定的完成 谢谢大家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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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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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